昨晚我在杭州渔航区凉木路地铁站A口与D口的马路中间 曹行的说当时下着雨影响了自己的视野 虽然掉头时车速很慢 但还是不小心撞上了路中间的10吨 背状的10吨上有几处比较明显的划痕 路面散落着黑色的小零件 记得注意到10吨表面贴了黄黑色反光条 一些部位有明显损伤 曹行的说后来他又在路口试着开了几次 我发现我还是没有看见那个墩子 我就觉得这个墩子不够醒目 别的墩子上面架着都有个利杆 对你自己旁边走的时候都能绕开 这个没有利杆也没有那个紧实标子 一般是装了那个黄黑色的反光条 那个角度过来看看不到 这个十字路口 其他三个掉头处的10吨都有红白色的利杆 曹先生发生事故的地方没有 他说车子的损伤主要在车底 外观上只有前保险杠有几处稀微的划痕 维修费2000元左右 曹先生通过这里办平台反映的情况 他后来反馈 已经接到了交警部门的电话回访 说会实地考察是否需要在路口加装立竿 最后再唠叨一句 最近降雨频繁 夜间开车要提高注意力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